猜猜看你知道哪个节目是华语圈的巨星发掘机吗 嗯没错就是那个叫做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节目 这可是有名的天王天后孵化场哦 里头出现过的明星 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在电视上露脸的 而且看起来还比以前更年轻 这是要逆生长啊 比方说那位漂亮的陈奕涵 19岁的时候参加了超迷人漫画美少女 她一出场整个就像漫画中走出来的女主角 可爱倒不行 现在她都41岁了 却还是跟当年一样青春靓丽 再比如杨成林 14岁的时候参加了健康美少女选拔赛 那时候的她可是可爱的代表 现在她已经是全能天后了 不仅唱歌演戏样样在行 还横跨多个领域活跃呢 夏宇乔当时只有14岁就踏上了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舞台 结果立刻就拿下了第一届梦幻国中美少女的冠军 她的可爱模样和亮丽外表让观众超喜欢 简直是观众心目中的小公主 后来她还转行当戏剧和主持界的明星 居然还拿下了第46届金钟奖的最佳综合节目主持人 厉害吧 李一芬当年17岁参加节目 第一次出现在镜头前 虽然有点害羞 但她的俏皮气质一点也没藏着 戴门的模样让现场的男士们都疯狂了 尤其是她那个少男杀手的pose超级有印象 现在的她更是成熟又稳重 完全不像当初那个少女变化也太大了吧 陈奕荣在2001年上节目时就是清新脱俗的代表 观众完全爱不释手 后来她还主演了薰衣草 一举成名成为了偶像剧女主角的代表之一 现在保养得宜 看起来和当时参加节目是一样青春靓丽 一点都没变 田富珍当年17岁参加了无厘头美少女单元 一出现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她不仅外形亮眼而且一点也没有偶像包袱 后来以SHE的身份出道 成绩惊人 甚至还夺得了第32届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